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有点别的事儿 结果想更新来讲 看半天呢 因为有些内容可能对于我们 不是对于大家没有这种普遍的价值观 但对于西方社会来讲 他会非常感兴趣 所以昨天整个过堂 其实他的核心就是介绍了川普 就是谁是被告 那他为什么被告 大概介绍这部分 这是法官进行向当庭的人介绍 那所在当庭的整个故事干嘛呢 他是要选12个陪审团的成员 12个 他的候选人呢 有500多人 昨天呢 他大概第一批人名单是96个 所以他整个故事 现在就是他的过堂的过程 就是要陪审团 一个一个 这陪审团要当着被告跟原告的面 你就知道在那就是川普 其实说句实在话 没事干 就坐在那没事干 那而陪审团 这个应聘陪审团的人 要回答42个问题 他要相应的这四个 这42问题的核心呢 我看了半天呢 他其实就是要保证陪审团成员 是非常公平的 那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 这些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很心性的 我也没经历过 因为我被选过做陪审团 但是我个人填了一个原因 我个人不愿意猜这种事情 因为法律的本身呢 说句心里话 这个都是被人把控的 他不再去 法律他当然 他立法了有他的缘由 那人 他这人心眼都是长偏的 对不对 都长左边 没有一个长中间的 那利意思就是利益 在与肉身同在的人呢 是利益 你看五脏六腑挺特别的 对不对 他这个人的身体的肩胛价结构 肯定在表示着生命的缘由 我们在节目中就一般是这么讲 那当然现在的很多人不一定接受 这个川普在过堂中呢 昨天的主要的新闻焦点就是 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篇内容 所以实质的东西没有啊 大家你也不能说他不叫实质 是选陪审团成员 在选陪审团成员的时候 川普的律师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要求 但是法官基本全都拒绝了 所以他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呢 他就是来选陪审团 但这个东西对西方社会影响很大 所以这篇英国的每日电讯呢 他就引起了1600多个这个comment 就是大概不到不到也就半天吧 即使是这么大的媒体 能够他的留言能够出现1000多个 就说明已经非常这是一个火爆的话题 那话题当中人们其实真正关心就是 到底谁将决定被决定 这个川普当中 就是谁能就是来来来决定川普有罪不罪 决定川普这件事情 所以人们关心的是这个故事 那比较筛选的可能过堂 有在过堂当中人们所瞩目的也是这些东西 那原因就是跟纽约市有关 那川普自己他的要求就是纽约市民 要是纽约市民 所以而川普也明确讲 在纽约市民当中 纽约的环境当中 他不被接受 那是左派控制的势力的环境 结果在实际的筛选过程中呢 也披露出等同的内容 因为这个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对于一个要去做陪审团成员的人 那当然他要参加整个审理的过程 那这样的人的本身必须要不偏不倚 就是你不能对川普有成见 就这么说法 可是呢川普在那地里长大 你说谁 而又是这么一个非常风头的人物 你要说他没有成见 恐怕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对他有这样的那样的看法 所以他在他的筛选的过程中 前96名 大概第一个名单96名 一共有500多人拿他选出来 其中有50多人就上来没怎么着就被除名了 原因就是说 大概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对川普的有没有成见 你在判断川普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偏不倚 他说我做不到 所以这是一件很残酷的现实 那他的成见是指根本与这一本案无关 我看见川普 我就OK 我看不见 我想到川普 我就想打他 或者说我就想爱他 他这事就不好办 这不好办 里面出现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呢 他没讲是谁 他就说问这个说你对川普有没有成见 你让他当庭竟然说什么 他说这个自川普一竞选总统以来 我的感情就被触动了 你这不就瞎了 他人家法 大概法官法院里面就说 你你你别别 什么感情就不 他不成 他我我就 从他竞选总统以来 我的感情就被触动 那当然不能说如何如何了 那就变成了很变成了一个很 可能对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滑稽的场面 因为这个案子要处理的本身 就是川普在过去的时间里 所谓跟其他女人之间的原因故事 所以就变得 对于我们一般稍微 大家正常人的眼睛里 这事就变成了闹剧了 对不对 有点八卦 有点闹剧 有点那个了 但他实际就这样 所以这就在在美国的司法体系当中 对川普的这个案子的本身当中 其实令人 我觉得令人挺感慨 作为一个正常的 大家不要谈什么严肃不严肃 你就会知道 到底到底在干嘛 就是给我感觉就有点像闹剧 有点像闹剧 所以这是其中的这样的 这样的筛选过程 而这个最终 昨天一共才选出三个来 三个来都是 三个的人都是白领 有做生意的 有做企业的 有做企业管理的 有做生意的 大概还有个记者 但是我注意到他们的 就是特别询问了他们的 这个叫做媒体取向 在媒体取向当中 没有任何人去看福克斯 没有任何人去看福克斯新闻 没有任何人去看纽约邮报 所有人都看纽约时报 CNN 然后或者是今日美国 去看这样的 相对而言 被他们称为叫自由派媒体 那其实在我们的眼睛里看到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主流媒体 所以当地纽约时报 是当地的媒体 那所谓的大的严肃的媒体 那他在Time Square CNN 他的影响力 是在全国的范围内的影响力的衰败 却凸显了在纽约的这个地区 他的接受力量 一个每天看CNN 看纽约时报的人 在面对川普的案子的时候 你说他有偏见和没偏见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这是这个 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今日美国也相当主流 就是相当自由派的媒体 但是呢 这三个人被接受 所以他同样是 都是他讲都是白领阶层 但同样是表现出 埋下了很深的痕迹 那川普在过堂的过程中 无事可做 他就在那待着 然后这个进来一波一波的 陪水团人个个就这么 反正也怀有各种心态 就看川普 就说我能近距离看川普一眼 围绕他问题再说两句话 我很happy 这个大家就能反映出这个成分了 在里面 那因为这件事情是讨论的 有关跟其他女人的事情 所以法庭里也做出了一些规法 就说不得讨论 不得涉及梅拉尼亚 那你就说不能提到梅拉尼亚的名字 不能提到这个诸如此类 就是类似 因为里面有一些具体的故事呢 就谈到了说 川普在结交其他女人的时间里 那个时间段 是梅拉尼亚去怀孕他儿子的时间 所以他出一种尊重 就是说隐私尊重 不得谈论这些 也不得谈论任何所谓 所谓的一些故事的细节 那就是与成人故事相关的 成人内容相关的 都不得谈论 这是他过堂的 那川普结果在听这东西的时候呢 就有篇报道 有很轰动的报道 说川普在睡着了 就是听着听着没意思 就等于是在这闭着眼睛 在那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那就是大肆报道 但是今天昨天夜里的时候 川普的团队强烈否认了说川普睡着了 因为你在法庭睡着呢 对法庭不尊重 但是呢 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过程 但是又激起民间很大反应的过程 所以我对我来讲只能说留下一封感叹 就是这个体系 就整个这个系统的机制的本身 在今天人们被称为道德也好 称为什么也好 他所面对的整个整个氛围过程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是一个很大的考虑 真的 好 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篇内容因为很轰动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故事 96名中有50多人承认 他不可能不偏不倚 所以就都被涮掉 那里面这是明确讲的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总统进行刑事调查 那第一步就是选陪审团 所以陪审团如果这么选的话 他说得两礼拜 原来他说这个一直到这周末 他说这个周末估计出不来 所以这里面先确定谁有资格进行评选 里面就描述了整个过程 因为里面是不许拍照 所以大家看不到照片 说有个女人一进来呢 就老乐 哥哥老乐 这事真难办 12个陪审团要公正 要两个星期 来 由他们来决定 川普是否有罪 然后里面就讲整个这故事了 那个没意思了 一共有500多人被挑选 所以如果真的想看 每个都过的话 实际要六个里边 对不起 他说整个审理时间 可能要六个星期 陪审团面对42个问题 其中还有一个叫QA的问题 QA的问题所谓就是极右 那极右跟那个阴谋论 叫QA问题 它就出现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这里面在我个人的理解当中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偏见 你可以把那是对QA的一种不尊重 所谓真正 因为你这么故意去提的话 那他对等的 对等的QA的另外一面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所谓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 然后这里面就说呢 其实证人都在紧盯着川普 就是他为什么来做证人 已经变得很那个了 所以川普整个过堂过程就是无聊 那完全是无聊的过程 然后提到说呢 就提到法官了 说法官的本身呢 就减述了当时的过程 这里提到一个年轻的女陪审员 说对川普有着强烈的感情的冲动 所以他就被fair掉 因为你陪审员在法庭上 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也需要真实 你知道吗 他不能造假 他说你对川普有什么强烈的感情啊 坚定的信念 或者如何如何 你是否能够公正 然后这个女人说呢 说他没事就去俱乐部去购物 然后他谈到这些问题 他就乐了 然后另外一个说 他无法对川普能够很平等的 很公平 他说我控制不了 所以他说我根本做不到 一个男人说 一个男人呢 就这都过谈过程了 说呢 6月8号的生日 婚礼发生冲突 他女儿的婚礼 所以他肯定就不灵 就大概就是我们看到的问题是这样 被获准的大概有三个白脸 他们以自由媒体为师 自由媒体为师意思就是他们看主流媒体 在风头工作的没有孩子 纽约时报 CNN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是专业媒体 对不对 那CNN 那就是了 另外一个是时装公司的创意总监 有孩子 男的 喜欢狗 纽约时报 CNN 今日没过 第三个是纽约市一家机构 看表演 看艺术 他在社交媒体上比较关注川普 纽约时报 CNN 所以这就是 通常讲 这就是比较恶好 确实是 所以几乎陪审员来 都为了能够近距离去看川普 他说有一个女人就 就攒上不停的 根根的乐 就是这么个故事 然后里面就提到说 法官当时提到 就是纽约人民要对川普 进行一种裁决 然后谁是川普 介绍了本案 那介绍这个案子的本身就是原告了 那对川普肯定就是不利的 对不对 因为你这么去讲的话 那他法庭是这样 这是广告了 然后讲说 谁怎么样支付什么钱 大概整体的过程就是 然后他介绍在整个过堂的过程中 等到下午之后 川普跟自己的律师呢 比较激烈的 比较激烈的交流 但说什么 他并没有 并没有披露出来 所以这是当时 有些庭审的过堂过程 这是那个女人 然后呢 而这个 这个法官支给了川普律师呢 24小时 读这个案本 一天一休 读24小时 那也就说 到今天上 今天到今天的下午 那川普的律师表示反对 说你根本就 我没时间 我看不完 那法官不接受 所以川普在整个过程中呢 应该是 这是另外一个女人 花花公子当中的 所以他大概就是 川普在这过程中 没有 就很难占到什么一种主动 非常难 这就是一个比较轰动的 大家轰动的一个过 一件事情吧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